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样才能伟好孩子呢 大夫 你快看看 俺家孩子这是咋回事 孩子的这些症状呢 是由于营养缺乏造成的 营养缺乏呢 会导致瘦弱 哭闹 易感病等现象 也会造成婴幼儿低体重 低身高 贫血 治理发育迟缓等问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专门为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子 研制了一种新的产品 叫做婴幼儿腐蚀营养包 这是啥药 这个营养包呢 它不是药 它是一种专门为这个婴幼儿研制的 呃 补充营养的一个食品 就这么一个小宝宝 能吃包 呃 千万呢 不要把这个营养包作为饭给孩子来吃 平时孩子呀 该怎么喂 还怎么喂 父母要做的是 每天打开一袋营养包 掺在孩子吃的食物当中 比如粥 面糊 米糊 鸡蛋羹 果蔬泥等食物中 喂给孩子就可以了 一天一包 分一次或几次喂给孩子 专家建议呢 不要给孩子干吃营养包 以免呛着孩子 子聪吃过营养包 阿家孩子喝好了 白衣也又不恼人了 哥儿长得也快了 又不打减生饼了 这多亏营养包了 妈妈 小小营养包 小孩都需要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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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種 的 Kimberly 喜欢 你们 是